大家好,我是新闻纵草官郭超凯 当前正值暑假期间 很多小伙伴原来是准备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但是呢,国内近期散发的疫情又持续牵动在大家的心 但散发的疫情碰上暑期出行高峰 人们还可以谈事和远方吗? 大家在旅途中又需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呢? 近日国务院举行的联发联控机制发布会已经给出了答案 对于中高风险地区 伦理部已经明令要求旅行社不得组团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游 也不组织中高风险地区的游客外出旅游 那已经在当地的旅行团队呢 必须暂停旅游活动,配合疫情排查工作 除了中高风险地区外 低风险地区的不少旅游团和城市也为了加减疫情防控 在近期强化了错风限流的措施 所以啊,准备出行的小伙伴们 一方面要密切关注旅行目的地的防控要求 另外一方面的话还要加强个人防护 像戴口罩呀,勤洗手,少聚集,勤通风 以及养成一米线的好习惯 这些防控措施可一个都不能少 不管前往哪个地区里游 关键时刻还得时刻奔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现如今面对前九多发的一个疫情 旅行可能不能再说走就走了 大家即便心怀适合远方也要专注眼前的防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